我去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老板 问您一个问题啊 你们这家店开多少年了 几百年了吧 几百年了 哦 赌商一直传承下来的是吧 据说是从乾隆年年了 还早吧 哦 比乾隆年年还要早 对 因为它是乾隆 它是长了之后 然后才知道而已 哦 以前是之前一直在做 哦 你远远超过了百年老店啊 兄弟们 咱们既然来到了造河镇 当地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要吃的 叫撒汤 据说是乾隆给起的名 咱们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情况 兄弟们到了啊 就是这一家 赵家撒汤 加上牛肉锅贴 据说是当地最有名的一家 生意真的不错啊 现在是早上九点来钟 其实已经过去了吃早点的时间 这里是取餐口 咱们排个队 什么都没放 空碗打着鸡蛋 就先进去 就是这里 我会想办法 你先进去 我们把他们的时间也给你们 到处有点 在我们的时间里 对 我看见 我会想到 你会想到 我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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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密质的配料 所以它温度是比开水要高的 才可以把鸡蛋给泡开 来点胡椒粉 来点醋 加点香菜 生意特别好 现在已经将近十点钟了 吃早点的人还这么多 也可能跟今天礼拜天有关系 从我一来到现在 人流就没停过 满满的一盆鸡蛋 一盆现煮的牛肉 据说它这个勾贴的馅儿 是纯萝卜馅儿 但是会浇牛油 所以会有牛肉味 但是说实话 吃出来的 因为它肯定有秘方配置 吃出来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 都特别像牛肉 没有任何萝卜的味道 这一锅一般是多少只 一百只一锅 我们刚才吃的时候 等了有四锅 人太多了 这一锅 就是这样 人联益 这是我们当地最出名的早点大厨赵师傅 上过央视的哦 三碗汤 两叠锅贴 一叠是15个 一盘牛肉 一叠辣椒酱 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啊 这为什么叫沙拉 这玩意 有没有讲究 什么故事 什么故事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 我 都没讲究 來 一须一个具 一些面对 都是吃饭的 最后一须是吃饭的 这边的食物 都没有上去 酱油 超级摄长 吃饭的 其它的饭 美食叫乾隆共酥 喝的就是这种大骨冲泡的鸡蛋汤 当时乾隆就问说挺好喝的 这是什么汤 老百姓当时没听懂 说啥 乾隆就误以为是杂汤 就把它起名为杂汤 这样一来的皇帝的话 别人老百姓也不敢说去反驳 从此这道汤就有了名字叫杂汤 其实是杂的话音 喝起来没有一点点鸡蛋腥味 确实也很鲜 是一道比较好吃的美食 30个包子 3碗杂汤 切了50块钱牛肉 一共是花了97块钱 包子是1块钱一个 然后杂汤是4块钱一碗 就是1块钱 就可以包裹了 就是一个三碗 小碗 对 就是一碗 好 好 好 嗯 饱到肚不够 我饱到肚子 痛了 他你不够 我的胖 他你不够的吗 俺是有吃的 我来点三十个多十个 你十个不够啊 胆胃 胆胃 漂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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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谢谢大家